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现在算不算是殖民地呢? 是吧? 是吧? 你医生 你的医生 就说这些无谓的东西 是吧? 人是很简单的 为什麽呢? 那篇文章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雅雄说当家作主论 那种民族骄傲论 那我都觉得民族骄傲的 如果能够令香港人生活得比以前更加好 在做英国食物理的时候 那你真的会很骄傲的 又董建华 又林郑月娥 梁振英 真的骄傲的 但是你就看了 是吧? 很简单 我说说完了 有什麽很骄傲的 你现在才骄傲 好了 我们先讲讲这个新闻 今天要快脆 因为第五、六节 我们找到一个特别嘉宾上来 今天是哪个眷琴 阿维卡L 病了 那 即是买花姑娘插竹烈 那些产品那麽好 照常常用一下 就不会病了 不过今天我认识了两次 我怀疑我是不是太湿热 因为我最近吃得比较清厚 我又不喝冰的东西 因为我连续两晚都吃了十几只 即是每晚都不睡前 吃了十几只的那些妖芒 那都是很濕热的 我说是十几只 你怎么停到口呢 今年的妖芒 我老婆在那裏买得很便宜 我昨天数 我前天我老婆买回来 我想那裏有几磅 那裏有一份 我想有二十多只 起码有二十多只 叫你二十元 他都说这六年天 外面都是便宜 但也未至于这一下 我说他只放在那裏买 我老婆就吃了 吃了一只 我前晚就吃了六七只 昨晚就吃了七八只 都还有六七只 在家裏 二十多只 今天我说 吵得肚疼 那肚疼都舒服了 那肚疼都舒服了 那又肚疼呢 再肚疼 终于舒服了 好了 我们讲讲新闻 讲完新闻 我们这个特别嘉宾 大家当然都相熟 很多资讯给大家 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再提一提大家 因为报名实在也很拥弱 就是AI课程 那我们有条片子 将会更加重要 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WhatsApp去 84811079 我们基本上 这些同事可以即时 告诉你 你报不报到的了 第一课 第一课 应该是7月14日 应该是 不是来这个星期日 下星期日 10点钟开始 直到大约5点多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1个钟头吃饭 可能讲长一点 你自己语 那天就会 基本上我们昨天说的 除了剪片那些 AI心情那些 叫做进阶班之外 基本上会学完 但未必能吸收到那么多 那我们那班同学 就会有group的 跟我们的导师 一起 就会有group 那你如果 在应用上面 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在group 问清楚 1380 有人问我 有没有discount我 就是两个三个 那当然没有了 我已经很便宜了 现在外面有几百元 你可以去报那些 不过那些据我所知 就是给一个 send up video 给你 那你和我们有个 WhatsApp group 其实我真的抽得很便宜 因为他也收到很贵 是 那大家尽快报名 那我觉得大家是要懂的 那 报名条件 就是第一要给学费 第二 你要有一部电脑的lookbook 一般的 Apple 那些就可以了 苹果 好了 那还有呢 你要带些少少钱 因为 你可以 要有支付宝 微信支付之类 那些东西 因为我要 要将一张 虚拟信用卡 嗯 那你说喂 我没有啊 我没有那些支付宝 那你也可以的 就给现金 到时的导师 可能一百元 几十元 我不知道多少钱 其实 可能有些apps要买的 那导师 用虚拟信用卡 用你的名字 给你申请 你给他钱 那是很简单的 好了 首先呢 今天呢 就是个专访 就访问我们 律政司司长 林定国 OK 那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首先呢 就是这个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新校至今 即23条 至少有三人 被控 触犯修订后的 煽动意图罪 有没有告啊 其实 我真的不知道 最少有三名 因为他说 具体数字 没有 喂 你接受访问 我也不要说你什么了 你接受得访问 喂 不是那么适合啊 林先长 这些问国安公署 再来看看报纸 我想也不难啊 是吧 或者叫你assistant 去搞搞 你都答不到 谁答到啊 喂 喂 他说最好是零 但是始终呢 也有少数例外 老实说 我就不是想说什么的 是我觉得你的工作态度 实在是太斜了 这些伙计呢 出去接受访问 如果有他这样的话 就跟我炒了 这个 首先是大调一下林先 好像黎豪酒店那样 吊够他 然后就炒了 你老母 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你访问而已 你老母 是 真的那么混蛋 接着又问他 喂 政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星岛会这样问他 是否想着搞政改呢 我不给这个政府 我没什么特别的 你问我如果是 这个呢 我再说多次 在现在这个时势 你唯一 这个机会很低的 的机会 令到香港不要死得那么快 甚至可以肉火重生的呢 然后保留面子的呢 唯一一样东西 就是 双普选 真正的 快的 国际 别人都承认的 喂 为什么 你说 哎 不要想 我不知道不要想 我说的方法 唯一就是这样的了 亦都可以保留我面子 你不需要取消23条 不需要取消国安法 双普选 搞定的了 搞完的了 嗯 嗯 嗯 因为你有了双普选之后 假若大家是跟那个方法去玩的话 有23条 有国安法在那里振住 但是 因为双普选 那个是向市民 啊 啊 就是去去去去去去负责的 这个政府 就变了很多东西 包括现在没有了那些什么 所谓你公民社会里面的那些NGO啊 媒体啊 回来的了 啊 当然未必下次啦 但是这个是唯一的方法 外国投资者 哦 OK 观察一段时间 当然不是一息时的 但是 就是这样搞 那这个是唯一方法 有记者问他 他就说 现在呢 啊 是优先呢 就是要发展经济 不过就不代表不处理政改 但是 喂 都要看个时机啊 喏 基本法说 秦序占中 是中文来的嘛 那他说的啊 秦序占中 就是要慢慢一步一步来 不可以一步到位 啊 就是要有个过程的 那过程是缓急快慢 做什么 不做什么 要看香港实际情况 那你说的所有说话 去到不得了 嗯 嗯 秦序漸进 那现在的人已经在说 我也不明白 无聊无稽的 包括刘梦雄 你的朋友 下次我碰到他呢 因为我街坊来 我就问他 他经常说 中央呢 要再延续50年 之类嘛 直觉一国两制 喂 首先是一个什么一国两制呢 如果你好像现在这样 你严不严重 我觉得你不要延续啊 你最好快点 快点 我反而是一国一制 我懂得怎么玩啊 嗯 嗯 对吧 嗯 他说 不可以一步到位 每一步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要看香港实际情况 什么叫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 就是天下太平 实际情况 有什么经济不好 实际情况 你要发展经济的 你就是要给市民 和投资者的信心 政改 啊 立刻有说 等你没说 喂 现在就是过了27年了 嗯 如果50年不变就算了23年 先不要说 现在变了多少 先吧 23年 那我循序漸进 去到什么时候呢 你不是告诉我 你又不会继续 现在是不是有人说 会继续多50年不变 是吧 我也不要说 鄧小平之前说什么 那你要循序漸进 是不是去到2046 小中的双方好算呢 原来就 2047就一国一制了 又 吵了吗 是吧 好了 这些其实真的 是废话 优先发展经济 我都不知道 你们发展了什么经济 最重要就是 你说 现在不是 哎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 很多人都羡慕 包括官方 很好羡慕新加坡 喂 新加坡再独裁 或者再武控自由 都好 人家真的发展到经济 最终有些优势 是吧 人家真的屋住 那些人 是吧 喂 现在的人会移民到新加坡 包括现在有嘉宾坐在那 有新加坡护照 嗯 喂 以前 真的不是说笑 笑死人 你说移民新加坡 不是吧 好了 网约车 下个星期公布 规管网约车的研究结果 香港的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就说 喂 网约车发牌 对的士业 小巴业不公平 强调大部分网约车 是白牌车 不合法的 本身不合法的东西 你政府 竟然要求给他合法 他说得多都讨厌了 好了 另外有个立法会议员张恩宇就说 喂 牌主的投资收益 甚至乎司机的收入 都不应该成为阻碍政策制定 和社会发展的半脚石 那他们两个都有道理 首先呢 这个周国强 不因人而废然 他说的东西某程度是有道理的 大家张心彼心 如果你是的士佬 你是的士佬 你要考牌 考的士牌 你是牌主 先不要说你的钱买回来 OK 你 也要付牌费 然后 我不知道网约车的規管 規管是如何 是否要发牌 还是怎样 那如果发牌的 那当然他们也要付牌费 那当然他们也要付牌费 那如果你说 他就说 喂 但是无论如何 即使他说得几有道理也好 就不应该用他们那些 持份者的利益 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半脚石 因为 事实上市民 真的很接受这个网约车 对不对 那说来说去 所以我就不会怎样说 我就是说 究竟政府现在有什么政策 和他想怎样 就是说了这么久 其实第一次Uber 来香港 我们没有人来欧洲那么长的 我想是 可能一五一六 为什么呢 说来说一遍我们刚刚做比利万保 我都事不得了 在香港 我是第一批去驾驾书巴 我驾一转 我其实要接两个邏车 第一个邏车我去不撤 熬的不懂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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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f 于是那条两章 就不太要我 第二个邏车很棒 在右一成 车一个客人去小力元 他就是第一次驾驾驾 我是第一次驾驾驾 好 當然我會跟他吹吹水 我覺得他很appreciate 車子又乾淨又沒有味道 我心想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OK 好了 我就是想說 你政府 你說要規管 我不知道怎樣規管 那你怎樣 其實老實講 一發牌或者一規管 將它納入正軌 你的的士真的死定了 以現在的服務態度各樣東西 你一向就做Uber taxi Uber taxi全部 或者滴滴滴什麼都有的士 那個有的士 你如果不是你的士正在死 但是又要給牌費 那究竟怎麼處理呢 你政府做事 其實現在講的是 七八年前 我最記得剛剛Uber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 不是剛剛 就是一段時間 那時候是誰 還很想招職的 那個不是陳茂邦 不是曾俊華 一個商務 邱騰華 你還說我們引入什麼 什麼東西啊 什麼科技等等 那結果 那兩件的士佬 出聲呢 就收了皮 沒有那件事啊 到現在其實都沒有東西額為 有的士佬自己去放蛇 嗯 究竟你政府有什麼政策想著 去和那幫的士佬去結束這件事呢 或者那些小巴 我真的很期待 我真的很期待 喂 講了七八年了 不是你賠錢就好 再不是的 你收那個好兩季也行 你收Uber的那些都行 網上的車 那你想怎樣 就這樣給個 就這樣說 那些合法 喂 那又真的覺得 我 我都覺得不公道 他欺負還欺負 對吧 屌你了 我沒有欺負 民意都不是屎佬那邊 不是 我不要理 誰會和你做這些 但是就是這樣 如果因為民意不是 庫房又說沒有錢 民意不是 庫房沒有錢 那你就去犧牲這幫人 喂 實亂的 你又不介意亂就行了 又或者那些屎佬 我不敢煽動 喂 你都表達 即是你們自己是壞的 像上次這樣 他撐了政府 躲在新界一些吉地上 停 都叫做非常無衷 都不夠膽 你試試 都不夠膽 他政府幾乎的屎佬那邊 香港市民的聲音是怎樣 所以呢 不是啊 這個是民粹 這個是民粹 有很多人 你不是一屎白櫃 只要你絕對投資 政府跟你包生仔 這個又是一個說法 但是 是搞不定的 全世界 看回英美 結果都是由政府出手給錢的 你沒辦法的 那你不給錢的 那你怎麼處理 那你有政治手段的 你很厲害的 是吧 犧牲一些人的 那 其實如果整個 這個就等於 我覺得是有些像 當年 那個 那個 什麼 什麼 什麼事件 就是那個 169 169 169 167 來香港一樣 那個就是 非婚生子女可以有權 來香港 那就是一樣的 你香港人的民意 那你就看怎樣 政府我覺得他就不夠膽的 但是正正因為這個不夠膽 算是考驗你的 政治手段 你可以在什麼 在現在的條件下 那民意又不是站在的士路那邊的 你怎麼處理的士路呢 是賠錢 那錢又從何來呢 你怎麼處理呢 他怎麼處理你呢 那這個就是他的手段 如果不是的 就只能夠說抵死 但是抵死之餘 香港的營商環境將會更差 包括在我在內 嘩 你老母這樣都行 雖然沒有說包生仔 但是我們有一個 即是一個 consistency 我們是默許 即是我們有一個期待 覺得這個政策 一向來講 都是會 是這樣的 不會突然間發出一個牌子 如果以那些財罰來講 的士路 即是譚為朱之流 他根本甚至會覺得 你不應該發 即使是的士牌 也不會那麼多 他那麼少才能夠控制到那個牌架 那就看看這個政府 如何處理 的士路 好 我支持你 不要說我不支持你 你們不要吵吵 又或者 又或者 即是如果我是司機的話 你不敢開Uber 去 那些市商會 他能做些什麼 問題 問題 不是我講司機 但問題我怕有些司機 你老母連繫的電話又說不認識 裝APP都說不認識 不會 我真的連繫 OK 老實講 其實你Uber Taxe都會好很多 好像我們昨天訪問那個比加超 因為 所謂跟得到 可以跟 OK 另外這件事 我終於是 搞明白了 這件事他們馬上講 我都想著 不講那麼多 都講了那麼多 就是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美國佬 早前兩個禮拜 將他們香港列為 什麼販賣人口報告 什麼第二級 港府嘛 什麼屌 狂屌的 當日我們講這宗新聞 我都問一下 證明 我們很厲害 什麼販賣人口 原來美國佬 真的有先見之明 還是有間諜人口 屌你了 他竟然出現 光天白日之下 在將軍奧一個商場 有人 不知什麼人 暫時 用毛巾 掩住寶寶 小孩 嘴 不知有沒有迷藥 還是不讓他發聲 套走他的綁架事件 這些綁架事件 幾常見的 在我們鄰近地方 鄰近國家 不過鄰近國家 都未必是綁他 馬上收錢 是綁他 都不算去到哪裏 幾十年都見不見不到 喂 搞什麼 好在 好在 我們香港警方 效率很高 又加上這幾個 那些賊人呢 都非常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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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覺得 寫殘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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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專門 就是這樣 喂 你們用了Telegram 啊 如果我們殘體人 是不是用Telegram 殘體字 就專門去 Missedit我們 我最欣賞他用剪貼 那些字 是 因為我 因為我也收了很多信用剪貼的 我講過了 你知道嗎 只不過是說 喂 給你說我想投訴一下 什麼香港仔 鴨利州村 沒有Hong Kong Bank 你可不可以和我反映一下 你這樣在這裏剪貼 怕得這麼厲害 好了 你說現在香港的環境 張君澳 昨天一宗三歲男童 懷疑在張君澳廣場的商場中 被人用毛巾掩嘴抱走 事後被勒索66萬USDT的虛擬貨幣 即是大約港幣515萬 奧記人員接手調查 大批警員 昨天 即是7月3號 深夜 在張君澳廣場和附近一大的商場店鋪 尋找閉路電視調查綁匪方向 即是說 為什麼可以在7月4號凌晨 今早這麼快這麼迅速 拘捕了部分綁匪 救回肉心呢 其實就只不過是由商場 入面的電視 和附近店鋪 甚至乎屯伯的汽車的閉路電視 就已經確定了綁匪的位置 最簡單 其實也很多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 鄧炳強經常說到我們香港好像沒有網管 又說要裝回2200個 周圍都有閉路電視 好了 消息說 警方調查到 藏心地點 就在張君澳入屋苑天准 事發的時候 藍童跟著她媽媽 媽媽的朋友 朋友的子女 即是兩個媽媽 帶著小孩在商場逛街 突然間 就發現藍童失蹤 接著就接獲了綁架的勒索訊息 晚上就流傳了幾張相片 我們把照片出來看看 其實很奇怪 這幾張相片 是從哪裡出來的呢 昨晚流傳出來的 CCTV 那為什麼會卡到出來呢 這一個的 我都不回議是警方 可能是 總而言之 有些記者拿出來了 這個賣 那為什麼會卡到出來呢 初衷也不相信的 在互聯網 很多人都以為假 我想說 誰會卡出來 這麼快流出來 人都還沒抓 昨晚出來的 好了 第二張 又不是警方發出來的 這張 想小朋友安全 不可報警 下載Telegram 聯絡 這個 Ad K Keeper 444 很多大陸 都用Telegram 那如果是這樣 就是 如果你說 是不是大陸當然要用Telegram 很多是 網上的招客 但Telegram 我覺得很難用 我經常想Add 一些 不是 AdTelegram的人 掃 掃 譬如現在AdKeeper 444 我怎樣Add 尋找 打吧 打吧 Add 照打他就可以了 Add 我先打那個Add 我經常Add不到 我經常想Keeper 那你那些菇 K2 P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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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立刻 叫他下次不要再綁架 不得要再講 犯案 兒童 小孩子是無辜的 做家就正經一點 是嗎 不要突然間 無故要綁架 是 無 哦 孤字很難寫 孤 不要打正體字 不懂太有可能 懂的 懂的 你懂的 天生懂的 是 我做個拜託的手勢 是 十字啊 拜託他 咦 找不到 寫得心心 咦 尾巴 你到底是這麼慢 拍手張就沒理由 喂 你做甚麼Kiss 沒有個拜託 嘴唇 不是 我做個delete 但是拜託那個去哪 在這 是 先做一做 說給 怎麼看 怎麼看 他不認識 這樣已經知道了 真的打了 是 哈哈 不是 看不到 這個 太近了 很難 這個東西 先按一下 真的打了 是打了 傳給他 哈哈 哈哈 好了 Anyway 咦 Draft他為甚麼 傳不到 噢 他那個可能已經停了 是 他已經被警察封了 是 是 傳不到 OK 好了 我們去下一張 接著 這個就是對話 嗨 是 是否想要錢 很奇怪 他媽媽第一個 請問你甚麼事 是否想要錢 Anyway 你要錢 你要人 去虛擬貨幣店買66萬粒 USDT 轉入一個地獄網址 看不到USDT到像 不會再上線 然後拍了個小孩 睡覺的樣子 好了 那結果 O記呢 今天凌晨在區域 拘捕了兩個人 救回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 也沒事 那 下午呢 就是我們last update 就是兩點多鐘 那看到救護車呢 就 將一個女兒犯 就運到這個將軍澳醫院 那現在大概是這樣 那警方公佈資料 那大家 他都有些 他心思 第一 是用到貼的那些字 是 因為你看到那些字 是 第二 特意要那些虛擬貨幣 是 廢旋面對面 就是出來 一交收現金 你一轉入去 是吧 虛擬貨幣又沒得跟 然後又可以 就是可以出售 就是他們都想過 有想過 那你們今時今日 但是這樣說 這件事 專才 好厲害 它是 問題就是 現在你真是防不勝 你真是怎樣說 你因為這麼多天眼 如果不是 其實你都 挺是 這件事 他們是隨機 還是什麼 我想隨機 你想想偶隨機 拿個英俊 我猜都是 他隨機 如果給我 我說你這麼麻煩 我有貨幣 你有多少 這麼麻煩 有什麼USD 我怎麼會買 實際 是 你這麼麻煩 要錢 大哥 五百幾萬 不要這麼私自開大學 老實說 五百幾萬 你是局人被報警 就是 你哪裏去拿五百幾萬 我希望是專才 我希望是專才 我不是說 香港人不會犯案 你說如果香港人去犯案 就更加顯得悲哀 因為以前很長久的一段時間 怎麼會有這些案子 你經濟好 怎麼有事主電話 別人留下了Telegram 是啊 就叫他 整張紙給他 怕你找不到他 但那張東西 為什麼會出來了 昨晚 我就奇怪 也是奇怪 有些人不信 有一半都 你那個嬰兒子的照片 那個劇圖也是 那三張 是很奇怪 為什麼呢 是昨晚出來了 這件事很神奇 好的 今天 大家怎麼想的 要處理 很傷一 努力 同日 我們 你 感谢观看